Hello, 大家好, 我是三浦 再同大家, 今晚繼續做梳寶論證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梳寶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每月小鴨定期的捐款 也希望大家看完廣告 看完片 利用Superfans function YouTube下面有淺淺的符號 希望按進去小鴨 支持這個節目, 多謝各位 我們看回今日主要的香港新聞 有兩則港民和兩則法庭的新聞 可以很簡單地和大家在二十分鐘內講一講 首先就是特首李渣昭 在星期二十六日 即今日出席行政會前 接受記者提問 他回應五一長假期安排時 多次口疾疾 我不知道這個情況是否疑似中風的問題 這種情況這麼突發 這麼隱蔽 是不是? 是否好像他說的話 這麼突發 又這麼隱蔽 是不是很有健康風險呢? 那就小心點 即是 如果不健康 即是對於李家超這種人 我覺得死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死是最好的 願上主刺利落地獄 多次口疾疾 我覺得是有點像 是否口齒不清 即是深厚不協調 輕則深厚不協調 重則就是中風鮮少 那大家有沒有很開心呢? 是不是? 一直很開心 希望我都和你一起這麼開心 口疾疾 更加突然爆粗 公開講漏了嘴 五一黃B周 這個字大家明白了 男人的性器官 這樣搞下去不行 你口疾疾幾次 然後說完這些事情 政府新聞署和香港電台 都沒有上載足本的直播影片 我以為拜登這樣的年紀 才會有這樣的問題 想不到你 你拿招 都有這樣的問題 人家霸傷來 當然 適合拜登的地方 是療養院 是醫院 OK? 下一屆總統是誰 大家呼之欲出 自己看各項的民意調查數據 OK? 如果你說 再在這裡做票的話 那就不要再說了 你說你拿招 好吧 不是做票的 你亂說 Let's see 我們景物長而放眼 我們看4、5年之後 再revisit這句說話 好嗎? 即是時間是最好的檢驗制 常識是最好的判斷標準 OK? 好 這個說回這個 口疾疾五一王B周 他不被新聞處和香港電台 上載足本直播影片 只有剪輯片段 另外 李渣昭也首次開刊 說到杜拜王子殺停香港開設 家族辦公室啟動禮的爭議 他說政府不能處於被動狀態 不論是普通人 普通路人或富裕家庭 只要有資金合法都歡迎 樂湖香港的 即是說這些 全部是 究竟是怨親 還是什麼 真是王子 還是怨親的話 你自己說 我覺得這些新聞 是叫剝花生肉 你問我這些 完全是 如果你說給我 實際上有詐騙 那大家可以這樣說 OK? 但如果你說這件事 就是誤認 或者誤會 那這件事是剝花生意 無關黃子的新聞 好了 香港人在長假期 北上消費迫爆口岸已經變成平常 李家超回應 五一長假期時表示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已經召開統籌會議 適當時候將會宣布不同關口的安排 說明了 哪個關口比較順暢 人口比較少 等重要資訊 這些會公開的 而為了吸引更多旅客 他說呢 呂發公安排煙巴表演 他還提到 還有我們十八區的日夜都不分 我們很希望 做好我們五一黃金周 一個好客之都 即是用這樣的方式 來處理這句話 那就說呢 希望香港人順應轉變 不怨天不由人 我們真的不會怨天由人 我是賣怨共產黨 共產黨不是人 共產黨不是天 OK 總之我們不會怨天 不由怨人 只是集中精神 對付你共產黨 對付你港共政權 這個是我們在心裏的一斤錢 不會輕易拔走的 我們始終都會不忘記 但不是懷疑仇恨 也懷疑信念和希望 展開每一日的生命 OK 我們互相相愛而在一起 而不是相恨而在一起 但是 應有的主形正義 也要做到足的 我都講過 不會少得過他們這些人 即是我發現 他是不是健康 心理健康問題 出現了重大的轉折呢 看下去了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希望大家就不要等閒事 另外當然 有林鄭月娥的新聞 根據行政處回應 新聞黨議員李梓敬 李梓敬 就這個財政預算案提問時披露 前特首林鄭月娥 777 在太古廣場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過去兩個年度開支是2267萬港元 當中1612萬 是經常開支 租金和相關開支佔六成 員工薪酬和相關開支佔三成 55萬 林鄭月娥的前特首版 有一名高級私人助理 一名助理文書主任 一名貴賓車私人司機 以及一名協助處理日常接待等職務職員 根據紀錄 林鄭月娥過去兩年 以前特首身份出席超過700次 推廣或禮智性活動 被問到前特首版的使用率 當局就沒有避傳數字 你想想特首很多前特首 前特首 很多的都是推廣禮智性活動 未必通常在這個 這個所謂的前特首辦公室裡 舉行的 所以使用率肯定非常低 當局不予公佈 換言之 石鼠石鼠無食餓殖 私慰掃餐 屈香港人的錢 貪污腐化 將香港人的納稅錢 塞入自己袋 2267萬 不知不是立自己袋 說錯了 而是用了去 花了去 給什麼呢 那些承辦商外判商 誰來餐飲Catering 全部益回自己人 攤牌 這些做法 這個前特首 憑什麼值得我們尊重呢 對不對 當然 現在你說在現在的 全面管治權 黨國全面管治權之下 你要改變這個做法 今天述月木求余 黑洲求檢 因為全面是被他們 港共政權控制 但歷史終會審判 這一筆數 過去兩年開始 2267萬元 未來會有更多 逐筆和你計算數 有時轉型正義大道的時候 充公這筆錢 不見了的 逐步追緝 充公這筆錢回來 這些是民之民膏 一定要把它完全緝立 除此之外 還有一宗講文 就是昨天4月15日 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適合中學民憑市數學科考試 即DSE的數學科考試 葵聰一間中學被爆在考試前 要求早到市場學生 先到操場出席組會 升國旗的活動 這些所謂的考DSE 通常都不是自己學校的學生 即當年小弟考會考 我考會考親的學校 都不是自己的母校 一定去其他學校去考 我記得去過哪幾個學校 去過很多間 去過培政 培政都是九龍城區 我去過哪幾個學校 我記得我沒有去過DBS 我記得沒有去過 即是沒有去過難拔稅 我去過培政等學校 還有在牛津島上面的學校 有去過 那不會去到自己的學校 這是公平的 那這個中學民憑市數學科考試 肯定不是招待自己的學生 是招待其他學校的學生 來到這間葵聰學校的考試 這間得意 這個校長為了表中 就要在考試前 要求早到市場學生 你們就來考試 沒有東西做 溫緊書 不要溫 去操場 升旗 扯旗 流眼淚 唱國歌 這個就是葵聰學校 什麼學校呢 葵聰信德聯儀總會李兆基中學 李兆基中學 挺有趣 問問問行龍 李兆基中學 當然跟行龍沒有關係 李兆基中學 你要搞定 先准你入禮堂 考場 請問你愈法何據呢 這個規則是否一體適用 不是吧 即是基本上剝削了考生 史前溫習和準備機會 可能有關鍵的三分鐘五分鐘 就是他剛剛咪中了 他將會出的題目 分分鐘由不合格變合格 OK 當然 你考A的那些 根本上 即是你考五星星那些 沒有A 五星星那些 基本上就不會因為感受影響 但通常那些 Borderline那些 就很重要 是嗎 考評局前高層楊詠宇批評 這個完後應考衍生的問題 老師會混淆考生和學生的角色 那些不是你的學生來的 全部都不是自己學生 才會成為你的考場的下 考生 OK 即是不知所謂 自認為有權可以要求考生 繼續依從校內規定 這個就是這樣的說法 即是這個考評局前高層楊詠宇這樣說 他認為有權可以要求考生 繼續依從校內規定 OK 這個東西是不可以做到的 這個是老師自己錯誤地自認 楊詠宇指出這一點 也說 泛政治化之下 所有事都變得形式主義 連考生都不同 我想這件事是中肯的評論 今天社交專業教育刺針接獲報料 就在12月15號 國家安全教育日 那天 剛剛那間中學的學生 在原校應考 我說錯了 原校應考DSE 數學科 很奇怪 是不是原校應考呢 我要查一查 但我不知道哪個時候改了制度 如果是的話 你可能更新我 如果這班學生在原校應考的話 那就自己學生 OK 但如果是其他學校的考生 來的地方就不同 是不是 那麼我會覺得 是不是原校應考呢 我都是大文號 哪個時候改了這個制度 是一個大文號 你知道為什麼 港英時代 即我90年代的時候 會考 會不是同一個學校考試嗎 怕什麼 怕老師 監考一些老師 益自己學生 OK 當然要分開 這個是公平 怎麼會原校應考 DSE數學科 即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question mark OK 他說這名考生提早到達市場 他被要求到有概操場出席組會 參與星國旗和國旗下的講話活動 全程需要暫立 否則會被訓導老師 捉住訓話 警告如果不參加 就不能進入禮堂考場 那麼教育指針的創辦人 楊明宇說這個做法當然不妥了 OK 那麼以往DSE考生都會盡量被隨機 派遲不同學校應考 以逢考試作弊 是啊 這個就是我知道的情況 但自2021年起 他講多個答案給我聽了 2021年起 考評局實行核心科目不使 原校及地區市場安排 即大多數考生會被編配到原校市場應考 並於今年原用 非常不公平 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完全是 unfair 整件事是systematic risky systematically risky OK 楊明宇批明說 這個原校考試所帶來的問題 老師會混淆校生和學生的身份 自應為有權力 要求學校的考生 繼續跟隨校內規則 那些不是你的學生 那些是考生 考生是考試的 不是來學習 不需要唱你那些國歌的 其實這些事情 他不知道嗎 整班人都知道 假裝裝模 假裝不知道而已 所以我就說 香港現在真的很慘慘 OK 這是一個很值得去探討的問題 另外 有兩宗香港的新聞 可以跟大家簡單說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們說 這個十二港人案 鄧啟然被判囚46個月 法官說在內地被判刑 即中國被判刑是自作自受的 十二港人案之一的鄧啟然 在4月16日今天在區域法院 就早前承認妨礙司法公證 以及因製造汽油彈 而被控管有物品意圖摧毀 或損壞財產罪 面對判刑 法官就在鄧啟然 在汽油彈案和潛途案中 都是擔任主導角色 更特別提到 他在中國被判刑 只是自作自受 拒絕就此作減刑 同時認為兩罪獨立的罪行 因此判刑全數分歧執行 最終鄧啟然被判入獄四十六個月 即是三年十個月 四年 今天兩岸在區域法院判贏 鄧啟然今年三十四歲 身穿白色鋪爐上衣出庭 問判後神情平靜 在走入囚室前 又向正揮手的旁聽人士微笑點頭 他在今年一月二十二日 承認管有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 案情只據同火透過Telegram 群組策劃分工 操用單位和購買原材料以製作汽油彈 以及在十一國慶日遊行時 向警方投責 這與十二個人案無關 這就是他之前發生的事情 2019年發生的事情 以及在今年二月 承認妨礙司法公正案情披露 被告一名叫廢中的人安排 以三十五萬扣入快艇 和上兩節免費航海貨 以學習操作船隻 並且在2020年8月23日 負責駕駛快艇 接載其餘11人 離港潛逃台灣 這就是關於十二個人案的 兩件案件 不會同期 全部或部分同期執行 而是分期執行 你會看到管友 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罪 以五十一個月做兩型起碟 被告認罪 減三分一的刑期 將被告判三十四個月 因為他說他做十六個汽油彈等等的事情 另外這就是汽油彈案 潛逃案 基本上就是 法官就和被告 在涉及汽油彈案被捕後 在一個激進Telegram群組的勇武2.0成員求助 無相關成員 幫忙設計潛逃計劃 經多次會面商討後 決定逃亡台灣 被告後購買快艇 更接受約六次八小時的 航海品電已學習操作船隻 越多海途 可見被告在潛逃計劃中擔當相當重要角色 包括安排、資金買船、潛逃路線、食物、 汽油等物資以及分派工作 法官批評被告沒有航海經驗 經數小事實習後就謀言出海 更帶同其他犯案的人一同逃亡 這個舉動使他和其他人危險 更危及攻海其他船隻 這說法的荒謬 就是因為他覺得 就算多危險 都沒有留在香港那麼危險 被告在中國被截查、拘捕 及承認組織他人偷越過境罪 因而被判三年 法官認為中國司法系統 和香港不同 因為兩地刑責並無直接關係 因為被告在中國被判刑 只是自作自受 沒有法律依據 因此扣減 因而扣減被告在本地犯下罪行刑期 拒作減刑 法官之後引述辯方求情的陳時 說被告曾出任民建聯西貢社區主任 鄧啟然 所以我們屬內情的人都知道 即是有部分的人很古怪 其實我這個時候可以說少少 讓我說太多了 十二港銀案 肯定有些很奇怪的在裡面 鄧啟然是否其中之一 我不知道 我只是清心直說 被告曾任民建聯 DAB 西貢社區主任 顯然是一個重要角色 任職電子工程商家工作 提及被告至少參與教會及受使 成為基督徒 積極參與義工活動 以往沒有刑事定罪紀錄 因爲不能排除被告受職業的社會風險影響 因而作出錯誤決定犯案 因此 但同時強調被告犯本案時已經連屆三十 擁有豐富社會經驗因此不可說 自己連笑無知 雖然同級法院的法官 曾就前途案其他被告判處十個月的監禁 但法官認為 又鑒於前途案涉及詳細計劃 被告由擔當主導角色 認為被告刑責較重 因此決定以十八個月監禁作為兩刑起點 經認罪扣減後判刑逾十二個月 那這就是關於前途案 法官之後處理整體判刑 認為整體判刑上面兩案有關聯 但屬於兩個獨立的罪行 明白地說出看不出要分期執行 因此就將此面所判的刑罰 就是這個 剛剛講到這個 三十四個月 就是這個汽油彈案 還有後面所謂的十二個月 就是這個 這個 潛途案 加上剛剛就是四十六個月 就是分期執行 總刑期四十六個月 那就慢慢坐 上面坐 即是在中國坐了三年 回來香港 坐了總來 坐三年十個月 你看 這個就是鄧啟賢 那他是中間正邪 他是不是共產黨的奸細 歷史會作判斷 我不在這個地方做任何事情 但我只是將剛剛講的新聞 一些主要的一些資訊 可以跟大家講了 希望大家明白 這個就是他們的判刑 另外 這個之外 我們也知道 除了十二港人案之外 我們也知道 當然是 黎智英案 都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宣示 因為大家知道 他傳媒的一些所謂的證人 就很多 以前傳過沙丹洪 張建宏 陳佩敏 你看到這個李宇軒 楊清奇 李平 都分別作證 洪峰證人陳子華 在禮拜一 即昨天逐審 踏入六十日審判 他是陳子華第二天作供 今天是第三天 昨天他憶述 2019年7月 獲李柱銘的Martin Lee 邀請 首次和黎智英 Lunch會面 當時黎智英 以那些勇武派 令到畫面不靚 會導致香港 失去的國際自由 支持為理由 提出淨化計劃 要求陳子華 聯絡勇武派領袖 希望透過勇武派的大台對話 令到示威者克制 不過陳子華說 由於沒有人確認 他人是勇武派 所以最後聯絡無果 另外在全球登播計劃之後 陳子華曾經在多個地方 舉辦反送中 即是反修禮的文宣展覽 全數由黎智英和Mark Simon去贊助 這件事 誰有罪誰沒有罪都不重要 沒有人是有罪 但我認為沒有人是有罪 但就是說 我看回個細節 告訴大家 陳子華 2019年7月 獲李串令邀請 在上環一間日本餐廳 和黎智英首次見面 共進午餐 進入包廂前 見黎智英的保安要求 向現場職員交出手機 當他準備介紹自己的時候 很快就被黎智英打斷 黎智英就說 已經從Mark Simon的地方知道的背景 和大概這樣查過一下我 黎智英當時跟陳子華說 如果需要聯絡 他可以經騙Mark Simon Mark Simon會盡量協助 滿足陳子華的訴求 並會每天跟他背部 黎智英當天提出一個淨化計劃 希望與勇武派領袖對話 令對方克制 直接說是因為這些勇武派 會令畫面不靚 說反送中運動中 勇武派在街頭製造暴力示威現場 包括縱火、破壞、公共知識等等 黎智英認為這些畫面 會令香港收入國際 特別美國的支持 他說如果令人做不到的事 利用他傳媒力量就可以做到 黎智英當時認為 勇武派有一個大台 會聽從一小撮人的指揮 要求陳子華嘗試聯絡 勇武派的領袖 他確認後來有按 黎智英指示嘗試接觸相關人士 但遇上兩個困難 一、如何確認對方是勇武呢? 二、對方如果真是勇武 又如何向陳子華承認自己的勇武呢? 因此後來 黎智英再跟他查詢的時候 他坦白表示無法聯絡 控方又一再追問 李柱銘在會面時 是不是有說話? 陳子華說有 並且控方追問之後 說李柱銘曾經說 嘗試一些刺身 這個就是陳子華 你說有沒有說話 就想 Watt Martin 他說日本餐廳 沒有日本娃娃的 日本刺身 嘗試一些刺身 就是全場公眾食 即是傳出小聲的 這個就是精彩的地方 陳子華說 第三次全球擔保眾籌活動 由G20團隊和攬炒團隊合辦 目的就是要求 國際關注香港警暴情況 呼籲國際停止向香港警察 出售武器 而李宇軒是兩個團隊的領袖之一 就是G20和攬炒 就是JD 全權負責眾籌和財政一部分 兩個團隊後來聯合 為Stand with Hong Kong團隊 就是G20團隊 就是全球登報G20團隊 攬炒團隊 JD一場合併 就是Stand with Hong Kong團隊 就是後來我們看過 重光團隊 他骨幹成員 就是由兩個團隊的成員擔憂 包括李宇軒、阿發、劉祖迪 和加勒牌等身份 陳子華有益術 李宇軒曾經致電表示 眾籌平台情緒問題 令李宇軒一開始無法 收取眾籌資金 同時團隊也不想眾籌資金 留入香港 所以找一個人 協助提供美國戶口 陳子華說 李宇軒雖然沒有具體點名 但他知道 對方希望Mark Simon 能夠提供協助 所以 致電Mark Simon了解情況 三方經過電郵聯絡幾次之後 陳請李直接和Mark Simon聯絡 後來獲得李宇軒告知 成立一個美國信託基金戶口收款 而重光團隊基本上透過這個戶口的資金運作 陳子華確認 就第三次登報計劃 Mark Simon同樣答應電資部分登報費用 陳子華說 Mark Simon曾經表示 文宣方面 應該多做網路宣傳 例如社交平台 認為不再應該局限於 刊登在實際的報紙上 應該數碼化 並提供 特別提到Twitter 強調COVERAGE 覆蓋率 REACHING 接觸率是最多的 陳子華益述 因為Mark Simon說 登報不是最好的文宣 在第三次眾籌登報完成之後 他曾經和李宇軒討論前路 李宇軒當時說 登報只走自放獻法 頭一次好像很厲害 第二次還OK 但再做下去就沒意思了 李宇軒又提出 是否應該多一次多做多別人國際遊說 但最後都沒有結論 陳子華又透露 第三次眾籌登報行動之後 G20團隊和攬炒團隊 就籌得的1400萬 應用於登報和用於舉辦活動 存在重大分歧 OK 他們有不同的看法 李宇軒一峰是代表攬炒團隊 他認為他不再登報 而退出登報群組 他問我會不會撐下去 撐他 他想被其他那些比較活躍的骨幹成員看到 不會再有一個backer在group裡面 被控封追問之下 解釋backer就是電資人 及後 由於大家決定不再登報 而支持登報的人 就全部走了 陳子華就說 電G20的group都沒有了 留下成員慢慢變成重光團隊 Stand upon Kong團隊 經過這件事之後 整個重光團隊基本上就是 R.I.P. Rest in Peace 即是李宇軒和幾個人 作主 後來 重光團隊組成理事會 骨幹成員包括了 李宇軒 劉祖迪 Madison Sewerry 和Always 全方 眾籌資金的美國信託基金 會有The Project Hong Kong Trust 主要由他們控制 陳子華又同意法官李雲能所指 因為攬炒團隊的成員佔多 重光團隊最後由攬炒團隊主導 另外法官道理兵關注重光SWHK的中文名 是攬炒團隊還是重光團團隊 陳子華表示 後來大家都同意SWHK的中文名 已經改為重光團隊 但仍有成員爭議應用 應用攬炒團隊 應用兩者可以交替使用 他又說SWHK的工作是 要做熱線國家分組 基本上由英國有關的事務 都由原本的攬炒團隊處理 慢慢發展下來 美國線和英國線就主導了整個SWHK 所涉及的成員資源最多 就是攬炒團隊 控方之後問到Mark Simon 最早在哪個時候認識李宇軒 陳子華說 早在和李宇軒為登報電資簽署借據的時候 已經有向Mark Simon提到李宇軒 但兩人真正見面 就在2019年9月底 美國參議員Rick Scott訪問香港的時候 少少說Mark Simon脾氣比較grumpy 就是補粗 而第二次見面的時候 就是聽他發怒騷 說不喜歡李宇軒最後一刻 才找他幫忙 但李宇軒同時強調 Mark Simon對李宇軒的辦事能力 評價很高 陳子華又說 Mark Simon曾經在2019年提議 他和李宇軒 在美國國會山莊 遭用類似商務辦公室的地方 舉辦和香港反送中運動相關展覽 說成立一個遊說中心 他於是轉告李宇軒 李宇軒回應說 一早有人說過 但在印象中 他和李宇軒沒有跟隨Mark Simon的意見 但李宇軒有提及 希望在全球每個地方都有類似的香港中心 但指出有關想法 不是很認真的討論 就G20登報計劃的報紙展覽事宜 陳子華益述 時為2019年7月底或8月時 Mark Simon表示他和黎智英 希望在多個地方舉辦報紙展 透過展出報紙反映當時反修例 反送中五大訴求 繼續爭取國際關注 陳子華也有在香港協辦報紙展覽 並獲Mark Simon和黎智英贊助3萬港元 另外 陳子華也曾在2019年8月至10月期間 曾經在大埔中環深井台灣 舉辦反送中文宣展覽 涉及支出大概14.4萬港元 亦都是全數由Mark Simon和黎智英贊助 匡封就展示一張收款為 陳子華的支票 支票仍顯示為Light Cheying 本項是14.4萬港元 這件事就很清楚 但資助 記住那個時候是沒有國安法的 那資助請問有什麼問題呢? 這個就是說 他不斷用這些地方攬炒疫情的東西 誰做攬炒? 這些法庭 控方全都在做這些 所以我很快把這個事實 顧一次給大家聽 意思是什麼? 我要重申一次 這些東西全部不是犯罪 整個審判是一個區價審判 Kangry Court Sham trial 目的就是 整件事就是 外國勢力支配 黎智英是要付錢 但 So what? 外國勢力是沒有支配的 你看不到外國勢力在這裏 而是Mark Simon 他是助手 Mark Simon 是外國國籍 在自己袋裡 沒有人侵吞過任何款項 否則已經告了 對不對? 再來 一開始黎智英說 那些勇武派令到畫面不漂亮 提出淨化計劃 要求他們不要那麼激 當然 我覺得黎智英真的太不了解香港人了 我不會說凡黎智英想的東西 想的東西都是對的 但是你要記住 當時是哪個時刻 2019年7月 誰帶他去見的? 李柱銘 李柱銘一向就是溫和到爆的 OK? 2019年7月的時刻 肯定當時還沒有721 整個戰士還沒有激化到一個全民的一種反撲 你記住 七一當日 都有很多人阻止勇武衝進去 那些人走出來大家都很開心 沒有人說全街都是要扔火魔 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哪個時候激化? 721 所以你要記住這個時空觀念 721之前 未發生這麼激烈的衝突之前 真是有一班和理非 希望這件事情慢慢慢慢能夠 回歸到和理非 不可以有勇武的 當時有兩派的爭議 還沒有真正標出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為什麼會有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呢? 是721之後 你會發覺到很多車手駕駛人走 那就是和理非幫勇武 駕駛是和理非 勇武是才做很多事 那你721那時候都沒有勇武 哪些人勇武?百億人勇武 車人走 那之後開始呢 這個成為一種momentum OK? 我就說 之前當然有互相合作 互相不睹灰不割席 那些事情都會說過 但是真正能夠合流 是721之後成為一種現象 這個之前 你深澤黎智英 其實是時空有點挫折的 是吧? 你問我 我在721之前的情況 都不會說出黎智英先生這番的說話 我會覺得黎智英先生說的話 是第一不像實際 第二 因為他不了解勇武 他不了解那些人真是沒有組織的 沒有人會認 他認了他去做 都是為他自己去做 他都不會聯合其他勇武 去做聯合行動 沒有這樣的事情 TG是一個 沒有靈魂 但是各有各山頭的大台 你不是搞到 搞定那麼多的山頭 不會 那些人會動 是Rolling 是如水變的 你動不到的 所以我就說他不了解到 勇武當時的整個組織運動的基理 但一樣東西 不止不止實際 而且他更要就是 不靚的這一點 怎麼會不靚呢? 香港最美的風景就是人 香港最美的風景就是這些 OK? 怎麼會不靚呢? 這些 請問這些東西 怎麼會不靚呢? 有什麼不靚呢?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他自己的一種潔癖 第三樣東西就是說 美國 加拿大英國 開始覺得要和理非 但實際上他看到覺得 最後來變了一個 Revolution的時候 Revolution 1 時代革命的時候 或者你說一個激烈的抗爭的時候 繼續支持 所以這件事他是完全失説的 美國現在說回來 會不會因為有勇武 於是不支持整個反送中的 或者不覺得是譴責這個勇武派的活動呢? 沒有 OK? 加拿大有幫左膠 當時也是這樣說 但到了時子今天沒有什麼 因為時子今天看到香港是真誠的 希望想反抗 而勇武派就是勇敢地去反抗的一幫人 怎麼會譴責那幫人 反而應該鼓勵支持 為他們加油 鼓掌 鞭策 我們覺得是很基本的東西 還有第三個 有什麼叫淨化計劃 淨化就很可怕 我最喜歡說淨化這個字 即是叫人殺光那些人 消滅那些人 殲滅 改造 There's something wrong 那我會覺得 無論Martin Lee 他說 吃點魚生 Martin Lee 還有黎智英 都是教 有很多思想上誤他 我只是這樣說 OK 但這件事不是罪 這件事怎麼是罪 但這件事是思想上誤他 叫做錯誤 好 這次講到很多了 我們明天再講其他議題